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面》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841集 渔翁 在前方啊,亡林之前神石所看之地,是一处百丈大小的空框 四周尽管都是望月肉壁,但此刻这些肉壁却是如洞间向后退开 此地有两人,武东蝉面色苍白,一身紫袍此刻多处破损 看起来很是狼狈,但他站在那里却是有一股极强的气息弥漫 如同一把利剑出鞘,不允许任何人临近 在他的身后,则是一处肉壁之口 这个入口,正是通往那古神幼子所在之处 武东蝉对面,则是那一身青山的一木子 这一木子此刻,同样面色略有苍白 但双目却是仍然平静 二人之间法术波动弥漫 显然是刚刚展开过一场短暂却激烈的斗法 王林的神石啊,虽说之前只是略微伸出一丝 但却瞒不过二人 只是无论是武东蝉还是一木子 都没有把王林放在心上 小娃娃,在这虚无之地 你我二人原理并非无尽 老夫此去不是为了那狗屁仙人 你不去助玄宝对抗清水 反倒在这里阻拦老夫 岂不是荒唐之极 武东蝉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盯着一木子 抬起右手 立刻便有一个五光石色的气泡 飘在手心 他目光落在这气泡上 平静地开口道 我不管玄宝上人如何 只是有我在这里 谁也不能进去 青山老者一木子 神色阴沉,冷哼中向前一步迈出 右手掐绝之下 立刻其身前便有一根巨木 惯化而出 这巨木啊 聚集占据了此地一切防卫 向着前方轰然而去 不能在此地浪费太多元力 此战速战速决 尽快进入这望月深处 完成大长老交代的任务为假 青山老者身前呢 巨木向前轰然而去 就在这一刹那 五东蝉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那五光石色的气泡 直接飞出 与那幻化而出的巨木 碰撞而去 在这一瞬间呢 那气泡碰的一声破开了 顿时那虚幻而出的巨木一阵 随着气泡轰然瓦解 一目子双眼寒光一闪 右手大袖一闪 立刻便有一块手指大小的青色木条 幻化而出 向前飞去的瞬间 一目子口中低喝 一目一戒 此言一出啊 瞬息间那青色木条 漠然间一阵 却是瞬间放大 旗上更是闪烁浓郁的绿意 却是转眼中啊 扩散此地所有位置 绿气弥漫 好似把此地凭空隔绝 单独开辟出另一届斑 形成一道封印 环绕五东蝉身体四周 借着这一时机啊 一目子身子一晃 却是速度极快 绕过五东蝉 直奔其身后洞口而去 消失不见 五东蝉全身被绿气缭绕 但却在一目子离去 不到三溪间那 立刻从那绿气内 传出轰隆巨响 哼哼之声中啊 其内一个个凭空出现的气泡 飞快地破碎 每一个气泡破碎 那些氯气都会迅速消散一些 三溪后 五东蝉身体外的氯气 全部消失 他看了一眼 一目子离开的洞口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向前一步迈去 直奔洞口 王林站在望月之谷附近 索性盘膝坐下 一拍处无带 立刻飞出一把短剑 王林双手掐绝 粉出一丝神石融入剑内 一指前方 紫剑无声无息间那 直奔前方飞去 王林神石环绕此剑 操控之下 慢慢地向着洞口接近 更是毫不犹豫 飞入洞口 不断地逼近前方 眼下我神石融入剑内 即便是被发现毁掉 也没什么关系 况且此地之人 哪一个不是跺跺脚 可以令星空崩溃之辈 除了清水师兄 在其余人眼中 我只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 王林盘膝中啊 神石缭绕飞剑 却是把前方之警 看得一惊二重 不过他们却不知晓 我的古神之力在这里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且让他们先去乱战 等到原理所剩不多后 我这个他们眼中的蝼蚁 或许可以渔翁得利 王林目光闪烁 一边操控飞剑 一边沉吟起来 飞剑在那洞口内 缓慢前行 前方阵阵神通 波动不断 弥漫之下 以王林的修为 确实有些艰难 好在此地啊 对于原理有压制 如此一来 飞剑倒也可以勉强前行 不多时啊 缭绕王林原神的飞剑 冲出了洞口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缓缓旋转 其内又无尽犀利散出 王林知道 这漩涡那样 就是那古神幼子所在之处 此刻外面没有清水 伊木子等人的踪迹 王林略移沉吟 飞剑不假思索 直奔那漩涡而去 需要想个方法 让这些老怪体内原力消耗更快 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操控那飞剑的同时啊 王林脑中念头一闪 他不假思索 一拍除五代 立刻从其内飞出十多把飞剑 这些飞剑都是之前大战时被他弄到的 此刻双手掐绝 在每一把飞剑之上都涌入原力 不断的压缩之下 几乎每一把飞剑若是自爆 都可以形成不弱的破坏 目光寒芒闪烁 王林双手一挥 立刻这十多把飞剑 漠然散开 向这四周闪电帮而去 直奔这望月体内 王林所知晓的 一处处敏感之地而去 如此一来 确实可以让这望月体内 产生一些变化 这也就是望月 若是换了其他人 根本就无法对望月 这般了解 更不用说如他这般 可以知晓望月 敏感之处 并因此准备后手 再说那直奔漩涡而去 缭绕王林神石的飞剑 将要进入那漩涡的瞬间 一股蕴含了 磅礴源力的冲击 从那漩涡中逆流而出 直接宣泄开来 王林面色一变 不假思索 在刹那中神石离开飞剑 急迟后退 试图避过这突然出现的 原力冲击 但这原力冲击 仿若洪水猛兽 带着一股疯狂的风暴 冲出之时 立刻波及到了飞剑 砰的一声 剑尖轰然崩溃 寸寸瓦解 不断地延伸至剑柄之处 但王林之前神石反应更快 在那飞剑瓦解的前一席啊 已然离去 积极避开 虽说如此 但他的神石让他还是被这原力冲击碰了一下 立刻消散了大半 潘西坐在望月之谷处的王林那 面色升起异样的红润 好半赏才渐渐恢复 好强的原力波动 若非是逆流而出 恐怕在那里的神石会一点不生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 他明白 刚才从漩涡内宣泄而出的原力 只不过是余波而已 且最重要的 那漩涡内拥有极强的吸力 这是望月本身的神通之术 如此一来 内部的冲击想要散出 定然会被层层阻碍 最终即便是散出的原力冲击 其威力也已经被大量的削弱 一拍处弹 王林再次拿出一把飞剑 神石缭绕 飞剑化作长虹 直奔前方而去 片刻后 再次来到那漩涡外 王林神石操控的飞剑一顿 等待片刻后 确定再无原力余波散出的瞬间 没有任何停断 飞剑直接化作一道荧光 一冲之下 融入那不断旋转的漩涡当中 庞大的吸力吸扯下 几乎没用王林费力 飞剑就奔的一声啊 穿透了漩涡 进入到了那让王林 熟悉的通道 在进入这里的刹那 一股令王林魂飞魄散的冲击 带着刺耳的呼啸 在这狭长的通道中 风暴横扫 试图摧毁一切 通道内部一根根触手 更是在这风暴冲击下 有不少崩溃 骑上缠绕的一个个死尸啊 全部化作碎末 飘散 王林神石缭绕的飞剑 在这一瞬间 挟刺而去 紧贴着通道肉壁 在其中一根触手啊 被风暴崩溃后 肉壁内尚有缝隙的刹那 立刻钻入进去 这才险些避开 那呼啸而过的冲击之力 在前方 单见两道身影交错 种种神通之光辉映 轰隆之音咆哮 却是清水与那金色真龙 正在展开厮杀 不知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病 远古上人的元神呢 此刻萎靡不振 并未与金龙在一起 而是被十多个触手 缠绕身体 双目紧闭 气若犹思 大量的仙缘之力 被那些触手不断的吸取 一个个鼓包如洞中啊 使得所有看到这一幕之人 纷纷会心神一震 更远处 一幕子四周 漂浮着大量的气泡 却是武东禅追上 与其缠斗不止 这时看到这一切之后 王林却是皱起眉头 这通道眼下只有当初的一半长短 前方一眼就可以看到尽头 那尽头的肉壁显然把古神 幼子所在之处彻底的封死 王林不动声色 藏起身子 密切的关注战局 那金色真笼咆哮中啊 身子环绕玄宝商人四周 其身上的五张黄纸散发电光 与其紧密的连接 在他的前方清水一脸的冷漠 幽默红光闪烁中啊 更是幻化而出 在身前形成一道道红色闪电 随着他神通之树而走 直奔那金龙而去 金龙吼声中啊 身体上鳞片光芒一闪 一声充满了沧桑的迪鹤 从其口中吐出 惨金 死言一出啊 立刻那金龙全身一抖 体上鳞片顿时就有上百 生生脱离的身子 在其身前迅猛的凝聚 几乎转眼间就有一把金灵之剑出现 此剑之上传出阵阵天微 更是有真龙气息一冲之际 直奔清水而去 清水双目依旧冷漠 身前红色闪电化作手臂粗心 向着那金灵之剑临近 几乎划红色闪电与那金灵之剑碰到了一起 轰的一声惊天俱响 在这望月体内漠然回荡 一股风暴拔地而起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传递开来 这狭长的通道肉壁 在这一瞬间也被生生的扩展 一道道缝隙在肉壁上出现 更是有绿色血液流出 那金龙藏吼一声 身子被这冲击弥漫 不断地后退中 却是如蟒蛇般盘旋 把玄宝上人围在中间 始终守护 如此一来 在那冲击之下 他身子立刻劈开肉绽 却是有金色血液喷洒 向后卷去 轻甩身子同样后退 就在这时 一声闷闷的咆哮 突然在这望月体内轰然传来 这咆哮正是望月之音 随着咆哮 这通道内立刻翻天覆地 剧烈地晃动起来 在通道上方 一条巨大的裂缝撕开 大片绿色的血液流出之时 其内却是有一股无尽的煞气 疯狂地散出 咆哮越加剧烈中 从那裂缝内好似有一物 要冲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